为了CAT ETC下面的PASS WD 大家看最下面 我们的这个3D2 是不是同时 它的用户102 用户组也是102 对不对 所以它其实 这个3D1用户是101 用户组也是11001 所以它其实是建立了一个同名的用户组的 同名的用户组 这个待会我们看group的时候就知道 好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要用到它 那么但是这个时候 我也有可能干嘛呢 我也有可能不想把它放在这个用户组 我想把它放到root这个用户组 比方说是零 那我们怎么弄呢 比方说我要把 再建一个用户 我给它放到跟Thunday一样的 1000的用户组里面 那么就是Thunday add -g group 1000 然后 3.3 这样的一个用户 大家看这样就建好了 这样就建好了 那么同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它的用户组是不是就1000了 对不对 同样啊 同样 其实除了建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把什么呢 我们还可以把它通过P来去设定它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P这个参数 我就把最核心的几个参数给大家拿来看一下 来直接设定它的这样一个密码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直接来给它设定 这样的一个密码 然后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想象一下 这个密码 它如果是直接来敲的话 刚才敲到我们的命令上是不是就明文了 所以在这里他说了 用一个叫Craft这种加密的这个程序 来进行加密过后的这样的一个密码 这个就是P啊 但Craft Craft这个程序默认无邦图行是不安装的 如果大家要安装 要BG通的这种方式 去安装一个这样一个程序 这样子可以生成一个加密的这样一个密码 这个我们现在先不去做养殖 这个命令的操作就这么简单 我们主要是要记住刚m 主要是要记住刚m就可以了 那么重点的是什么呢 重点是我要跟大家分享 这种情况下 其实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 有的时候当别人知道 因为举个例子 我们有的时候在Linux下面去安装一些程序的时候 它是不是需要我们的一个系统授权 就是管理员的这个授权会谈出一个输入密码 因为它可能会去配置到我们的一些 配置到我们的一些公用的这样的一些文件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让我们去 输入一个我们管理员的这个密码 实际上就是个系统授权 就类似于我们的sudo一样 就类似于我们sudo一样 那么那个时候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说我建立一个用户 我指定它的用户组是在root这个用户组 root这个用户组 而它的用户ID也跟root这个用户ID是一样 那么同时给它设上一个密码 那么你装了这个程序之后 是不是同时呢 对方就得到了一个什么 得到了一个隐藏的 他自己设定的这样的一个root账号 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这个样子 大家不相信吗 不相信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完全可以执行一个这个命令 其实就类似于这样子 user add -u 0 u就是user 就指定它的userID是0 指定一下groupID也是0 然后当你照用root也可以 然后指定一下它的密码 密码比方说123 123 然后它的用户名是 crack 这是它的一个用户名 我们来运行一下 好 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说这个地方 说它不是唯一的 就是因为我们root已经用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其实 但是不用怕 这里有个参数 就是-o 就可以让进行一个循环 loop的意思 就不唯一也没有关系 我这样可以建成功 大家看 我这个用户是不是就建成功了 而且它的密码也设定好了 那么下次我们再登录的时候 大家想象一下 是不是就很危险 我们再登录的时候 我们就很危险 但这里我登录不成功 因为这个实际上 这个p-p下面 它要跟的是什么 它要跟的是我们加密之后的这个密码 因为我现在没有去通过加密去算出来 但如果算出来了 我就可以很方便去登录 所以目前我就不知道 它的原始密码是多少 但是我可以通过修改 修改一下这个密码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登录 passwd crack给它改成123 123 好 现在我们登录到我们的通过我们的这个用户来登录 123 大家看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 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不再是多了服了 而是一个警号 凡是有点Linux基础的都知道 这个就是一个root账号了 它的权限非常大 对不对 所以这种方式其实是非常不安全的 那我们怎么样去回避这些东西呢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内容 这里头内容还蛮多的 你不是 我们不是作为一个系统管理员 所以不用太去理会它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作为程序员 自己都可以去挖掘很多这种程序的后门和和这种漏洞 对不对 你可以自己去挖掘一些这种这种漏洞 从设计上面 对于很多只就是不太会做Linux管理的人 其实我们应该说也满意 只要我们了解了系统的机制和系统的结构 其实我们到处都可以找了出漏洞来 OK 这个就是user add 当然你也可以用add user 是一样的 只不过add user他会自动的去给我们建立他的这个工作区间 这其实就是他的一些类似的这样的一个 算是我们ubuntu里面去封装的 去封装的这样一些程序 那么这个我就不做演示了 我用的也比较少 当然用这个会比较方便一点 你可以什么参数都不带 好 下面我们就去更改 关于user mode modify 那这个用户更改 然后更改一下Sunday 那么这个用户更改是更改什么内容呢 其实我们想都想得到 是不是就更改那些配置文件里面的内容 所以这个用户更改能不能改用户名啊 当然不能改用户登录名了 对不对 只能改你所属的组啊 什么这些内容 我们随便随便改一个吧 我们把 user mode 改他的group改成Sunday这个group 改谁的呢 改crack的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crack这个用户 他的组就不会再是1了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的组就不是root组 就改到Sunday这个组 好 这个大家理解一下就行了 关于这个我就不做多的讲解了 这个我用的太少了 基本上用不上啊 基本上用不上 因为我们不是系统管理员嘛 好 那同理删除啊 删除的话 我们其实猜都能够猜得到 对不对 user delete delete 那么这个注意一下 我们在想象的 想象就是在用户删除的时候 他会不会主动的就把我们的工作空间也删掉 我希望他能够主动把我们的工作空间也删掉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帮助 是否能够得到一些信息 F是强制删除 R是为Move 这里他会说到用这个Move就会把无闻就是用户的这个home空空间的文件也会给删掉 好 我们要加入这样一个猜数 所以加和不加还是有区别的啊 比方上三第2 我们删除一下他 user del don remove 三第2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看是不是就没有三第2这个目录了 当然在配置文件里面也没有三第2这个文件了 这个这个用户了 好这个就是关于这一块我们的用户管理 包括了添加修改和删除 那么组实际上是差不多的啊 组实际上是差不多的 那么 我还需要讲吗 我在想 其实我在想我其实都不用讲了 都差不多的 随便建一个组 这就建成功了 只不过我们要了解的就是什么呢 他的文件就不一样 就不是passwd了 而是我们的group group as groups group 好 这个就是组的一些信息 那么这些组的信息就包括同样的这个也是他的一些加密的一些信息 还有组的ID信息 以及组的建立者的一些信息啊 就这样 这个非常简单 这个非常简单 然后同样的我们如果要看它详细的加密信息也是用shadow 机shadow啊 那shadow一般都不让你就是非用普通用户来进行一个访问啊 好 这就是他的shadow信息 我们了解了就行了 好 关于组我就不想做过多的讲解啊 也是组的添加修改 这个ID 包括你所属的这个组群 因为在Linux下面我们的一个用户是可以加入多个用户组的 是可以加入多个用户组的 那么我们来把它划分一下 这个就是你的用户ID是1000 然后你的自己的组的ID啊 是这个是优先级最高的 也就是跟你一起创建的这个组是1000 还有你加入的组群有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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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加入了这么多组啊 加入了这么多组 好 这个了解了就行了啊 这个这个很容易很简单 他的意思也不是什么缩写 你就把它理解成看ID啊 看ID就行了 GOOPS呢 那也顾名思义了 顾名思义 那就是看组嘛 当前登录用户 他所加入的组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个命令 就是who 那这个顾名思义就是谁 对不对 当前登录的用户是谁 那这个也很容易理解了 就是Sundie 然后他登录的是TTY1的这样一个 目前他的主进程就是TTY1 也就是我们当时前的这个字符设备这样一个进程 这个后面 然后再给大家介绍跟用户相关的最后一个叫who am I 我是谁啊 我是谁就像成龙的一部电影一样就叫我是谁 Sundie这个回答非常简单 也也非常弱智啊 顺便要说一下这个这个who的话 其实其实他会把当前登录的这个用户全部都显示出来 如果说你还登录的有其他的用户 我们来看一下啊 刚刚补充一下啊 然后我们切换到 切换到TTY2 通过CtrlLT和F2 切换到这里来 我们 3.1 好 我们打个who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就把3.1和3.1都能列出来了 这种方式是不是就方便我们系统管理员看当前有多少个session已经登录到我们的这个系统里面来了 对不对 那你说如果如何把这个用户给踢出去呢 后面我们讲系统管理的时候我们会讲到 好 这个就是我们用户管理的相关内容 做一个总结 在磁盘 今天花一点时间 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下磁盘管理和用户管理 磁盘管理重点要大家理解到我们的这种在lending下面的这种磁盘设备文件的这些格式和格式化分区的这些方式 以及加载和卸载的这些方式 那么关于用户管理这一块的话 更多的我们要理解到什么呢 那些用户管理配置文件 它的这个实际上它后端所做的一些那个 好 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之后我们再来讲系统和其他